有趣或者实用的单字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你可能不认识 大部分可能不认识 很实用 或者是有点趣味 可是你不认识 漏网之语 这种字很多 不相信你 看我讲验证一下 像薯饼 什么薯饼 马铃薯那个饼 外面那个卖场 都有卖 买回来 很多早餐店也在卖 这个薯饼 常吃嘛 很好吃 用炸的 加番茄酱 可是薯饼 你随便去问一个人 外国人大概还知道了 那你问华人 问中国人 问台湾人 他可能不知道 这个字的确 这个我应该学 他可能不知道 Hash Browns 这个字Hash Browns 就是champed potatoes 就是那个马铃薯切过 切裂后 然后用这个 用压的 挤压 然后可以炸 就把它切片 切厚片 变成薯饼 薯饼当然大家知道 长什么样子 早餐店都有 有时候卖场 有时候自己也会买回来 炸一炸 加番茄很好吃 I like fried eggs with hash browns for breakfast 我喜欢呢 去这个 煎蛋 像这个英文常常是fry 它不见得是炸 不见得是油炸 又是煎 煎又fry 我喜欢吃这个煎蛋 然后跟薯饼 当早餐 这个Hash Browns 你就知道薯饼 这个字 这个字也是我们常常漏掉 就是香 去庙里面 道观 庙里面 寺庙道观 要上香 那个香 直直的 一烧可以烧很久 这很香 所以叫香 也可以是香料 就是我们那个 拜拜的香也可以 或者它有别的意思 就是反正香的东西也可以 但一般是讲烧香的香 substance gives off sweet smell when burned 当燃烧的时候 它会有种物质 substance give off 就是散开来 off就离开 就是 就是会 有一阵子 散发出一阵子的香味 这个香 you can smell incense burning in the container 这容器里面 这个比如说炉子 那个放香炉子 我们这个烧 点燃了以后会闻到一种香味 就是烧香 you can smell incense burning in the container 像这个japan 这没有写错 japan是大写 日本 没有错 但消写也可以 那消写什么意思呢 消写呢 就是 七七 所以中国 中国是大写 消写中国是瓷器 刚好 消写中国瓷器 消写日本是七七 当然还有一些国家 名字像turkey 小写是火鸡 english 大写小写 可以说我们打转球 下赛 打旋转球 所以有些国家的名字 可以小写 这个japanese licker licker就是一种漆 有漆的漆 一般我们只会用paint paint 所以用paint 不会用licker licker也是漆 或者是上了漆 用这个 过去分词 表示已经上过 上过的漆的一些物件 japanese li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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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用 你这边不要说 啊 这是不是写错啊 用日本啊 用日本去啊 去上漆 上木头 这code code 我们本来说是衣服啊 外套 外套 带一字多译啊 它也可以当动词啊 外套是名词嘛 动词啊 就是一层的意思 上一层 code 就是一层 上一层的漆 或上一层的什么东西啊 也可以当动词 上一层漆啊 你可以用这个 不是用日本 用漆 它也可以是漆 也可以是漆漆 这边写漆啊 或者漆漆 通常黑色比较多啊 就上 上在这个木头 或者金属上面啊 黑黑的 瓷漆是白的 以白的为主 嗯 它又上别的颜色 青花池什么的 但瓷漆基本上 以白色为底色啊 漆漆基本上黑色啊 这make up 这个mark up mark up mark up mark本来是 开玩笑的意思啊 恶作剧啊 嘲笑人家啊 这个mark up 是因为很多这种字啊 两个字 这叫连接字啊 两个字 可用一个hyphen 连起来 是搞不懂 嘲笑在上面啊 搞不懂 尸体模型 哎呦 这个完全完全不相关了 什么尸体模型啊 就是 你喜欢汽车 有人喜欢汽车 哎 就汽车你不可能买很多部嘛 哎 你收集那个模型啊 就是 比如百分之一 百分之十 百分之几啊 那个尸体模型 飞机啊 摩托车啊 汽车或者 五十道 或者什么东西啊 就是尸体模型 但模型是缩小的 通常 汽车你不可能做 跟一台汽车一样大嘛 啊 实体模型 就缩小的 A model of what something will look like 就是它是一个model啊 它是一个 不是模特 它是一个模型 就看起来很像啊 但这边没有讲出来 是要缩小比例啊 就实体模型 mark up 这一般人看到这个字也不会 那你问他 这个小型模型啊 这个缩小比例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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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模型啊 那你可以当玩具啊 怎么讲啊 我看一百个里面九十几个不会啊 mark up 它模型还有别的字啊 所以我们这些字啊 不是不见得只有这个字能表示啊 所以英文有很多同意字啊 那这边是有这个意思 但是你不要说 有老外啊 或者是看别书上 而且是用另外一个字啊 跟你讲的不要 你是错的啊 那老外讲才对的 不是这样子 很多啊 很多同一个意思啊 可以用不同的英文表示啊 你至少知道有这个意思 有这个字啊 尸体模型 mark up 这是一个这个潜水艇啊 他的一个一个模型啊 central section啊 一个中央部位的一个一个模型啊 None such 没有 这也是复合字 复合字有好几种啊 有三种 至少三种 第一种就是 复合字就两个嘛 负嘛 负是负数嘛 两个 一个有hyphen 两个只有hyphen 另外一种情况像这个啊 它完全没有hyphen 就两个字连在一起 还有第三种 它变成两个 真的两个字 可能那两个字呢 要组合在一起才有意思啊 不能分开啊 None such 就没有如此的 什么意思啊 无与伦比的是啊 比不上 没有东西可以 None such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 比这个比得上 比不上啊 无与伦比的人或事情 A personal thing without equal Equal就是相当的 Equal也是有很多意思啊 可以当公平的啦 相当的 就是一个人或一个事情 找不到跟他匹配的啊 找不到可以跟他旗鼓相当的啊 这武林高手吧 哇 这个这个 这个 这李连杰啊 演王飞鸿啊 找不到 别人可以演的 比他更像王飞鸿啊 这个 无与伦比的 阿易斯坦啊 没有人比他这个 物理学啊 比他更厉害的啊 无与伦比 This means this is not such 这个明代啊 中国的清朝明朝宋代啊 这明 因为明朝的词啊 特别有名清花词啊 明朝 这个明朝的词啊 词气啊 这花瓶啊 明朝的花瓶啊 很多是叫清花词嘛 周杰伦写那个唱的那个歌嘛 啊 都是周杰伦 扑曲 这个方文山啊 做词 就是中国风啊 啊 这个明朝的这个 花瓶啊 威伦比 啊 这Cony啊 刚才字答错了 Cony啊 Cony有什么 眼角膜啊 同样的 你问人家眼角膜 啊眼角膜这个字啊 这个字啊 这个字应该要学啊 这字不会 Cony Cony The clear out of the cavern of the eye 就是眼睛啊 眼珠子啊 它外面一层 有一层那个包袱上去的啊 这是一个透明的啊 眼角膜 所以我们很多说 眼角膜移植啊 很重要 没有眼角膜的失明啊 看不到啊 有人说 要动手术啊 需要人家移植眼角膜 Cony啊 就这个字 Is it possible to transplant new cornea into the eye? 这是有没有可能啊 Transplant是移植啊 啊 器官移植啊 移植啊 一个心的眼角膜到眼睛里面 不然会失明啊 啊 然后这个定金啊 买东西先付个定金 去问他定金 哎呦 定金好像有印象哦 但是一下熊熊想不起来啊 有人说根本就 我不知道啊 定金这个字应该学啊 Deposit 它本来是储存啊 存起来的意思 Deposit 那后来就变定金 Apensure Payment in advance In advance 这是成语啊 不是片语 是成语啊 当然要讲成语也不能说不是啦 因为一般片语是随机的啊 字面上意思就什么意思啊 成语常常是固定组合 嗯 然后它有这固定的意思 而且有时候 从表面上看不出来 它到底什么意思 叫成语啊 就是部分的 部分的付款啊 先付啊 就定金 I pay the deposit in a new bicycle And while I pay the crash next week 就我会买一个脚道车啊 单车啊 我先付定金 先付一付 一部分比如说脚道车台币 比如说三千块 我先付一千块 先付五百块 都可以啊 先付定金 双方面讲好就好 然后我会付其他的差额啊 其他的余额啊 譬如说你付一千 还剩两千 下礼拜会 把两千付清啊 定金 买东西先付个定金 这个施诊 施诊 抓得很痒啊 小婴儿也有很多厂商有施诊 这个施诊 这个中文谁都知道 英文什么都不知道 多数人不知道 它有两个发音啊 XMR XMR 也可以 这个是卷舌的不卷舌 当然这边没有写出来 XMR 第二个音节又有人念啊 所以念这个半卷舌的XMR 也可以 念不卷舌的XMR 也可以 第三个这个没有讲出来 没写出来的就是 第二个音节 XMR XMR 也可以 我们就念XMR 好了 用第一个来念 这个念的比较多 A skin disease with itching and redness 就是一个什么病啊 就是一个皮肤病 皮肤病 就是会痒 XMR 就是会痒 还有红斑 就是红色的东西 红斑 XMR 抓得非常痒 The commoner is the form of allergy in babies is XMR 就是最常见啊 最高级啊 形容词跟副词都可以有比较及最高级啊 这最常见的一种形态 就是过敏啊 这小孩子过敏啊 就是XMR 很痒 很痒 他自己也不会抓嘛 像应该挖挖脚哭哭 就哭啊 这个比较细心的啊 如果妈妈一看 哎哟的死者啊 赶快啊 这个 去看看医生啊 或者先擦一点那个 止养药什么东西 爸爸可能搞不清楚 爸爸给他出一些 哭哭哭啊 是不是 要饿了 未来 未来以后还是哭啊 他就没有发现啊 所以这个很多 爸爸带就很粗心 妈妈带就很细心 然后这个脚步声啊 脚步声英文怎么讲 哎 这脚我会讲啊 可是脚步啊 他也是 他可以是脚步 也可以是脚步声 两个都可以 不会啊 Footstep Footstep Step taking walking the sound of a step 就是走路的那个脚步 可以 然后这个声音 脚步声 所以有时候英文字啊 他有好几个意思啊 脚步 迈开脚步也可以 Footstep 脚步声的声音 也可以啊 I can hear his foot steps in the living room 在客厅啊 通常讲客厅啊 活动空间的房间啊 就客厅啊 我可以听到他 他这个在客厅的脚步声 船的脚步声 老爸在客厅走 哎呦 赶快不要滑手机 待会跑到我房间看我在滑手机啊 看小本啊 这个赶快收起来啊 假装念书 这花钢岩呢 这也是常用 这也是大家不会讲 什么叫花钢岩 很硬的嘛 花钢岩 玄武岩都很硬啊 大理石啊 这些 花钢岩是granate granate 有点跟那个外婆奶奶有点像granny 有点 这是granate very hard rock 非常硬的石头啊 这花钢岩 granate is often used on outside the buildings 花钢岩呢 常常用在这个建筑物的外观外面 这些家在这里 成为将建筑物的外面 在这些家 这里